教區青年年籌備委員會7月27日舉行青年競技日 多位公教青年參與 當日先由李賓生主教向早前參與青年年標誌設計比賽的得獎者頒發獎項 並由冠軍得獎者榮子健分享其設計概念 及後大會透過熱身遊戲讓參加者互相認識 然後將參加者分為四個小組進行多項競技比賽 同場亦介紹了青年年多個興趣小組 當中包括靈修、音樂、烹飪、手工藝、多媒體製作、運動、舞蹈等 青少年可根據各自的興趣參與 大會亦特別安排了分享環節 各小組就青年人在教會內的角色及應具備的特質及天賦等方面進行分組討論 李主教為討論環節總結時指 青年人要走出去 他鼓勵青年人主動作多方面的嘗試 他又提醒年青人不要讓自己迷失 多與自趣山頭的青少年一同參與群體活動 亦要時常保持喜樂的心 以外去建設更要積極參與服務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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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